中山大学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今天庆祝创所25周年立法院长苏家全身是中山公事所硕士在职专班第一届毕业生及杰出校友也回母所祝贺 他回忆当年担任屏东县长时与时任高雄市社会局长的陈菊一同报考公事所 两人顺利成了同学 但太太没考上他就怪说是我挤掉他 中山大学公事所是全台最早设立的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今天举办台湾公共事务管理教育论坛 邀请多位重量级资深及年轻学者针对台湾当前公共行政公共事务公共管理及公共政策的教育现况及展望互相交流 苏家全说1999年因创所所长汪明生教授立邀他和太太一起报考 没想到考试当天门口挤了一堆记者 他以为媒体要采访自己 差点而落荒而逃 后来发现记者是要采访陈菊 经过400多名考生的激烈竞争 他和陈菊双双上绑成了同班同学 太太却没考上 他就怪说是我挤掉他 全场哄堂大笑 苏家全回忆两年的硕士班 生活是甜蜜的附和 因为当县长超忙 又不想让别人觉得他在混 于是拼命读书也不敢翘课 当时所上校受超严格 考试有够硬 不但用梅花做防壁 每个人的考题还不一样 但经过扎实的两年训练 让他往后在公共事务的决策探旦上 更加驾轻就熟 中山大学校长正应要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 表示中山大学作为难台湾公共政策的头脑与智库 理应成为台湾公共事务发展的领航员 大学的功能除了教学研究及培育人才 更应以服务社会提升文化 促进国家发展及上进公共社会责任为宗旨 学生在校园学习发展的过程中 因和学校所在区域有更多的连结与互动 关心在地发展议题 结合学校与地方资源 扮演社会创新的种子 推动区域地方发展 从而创造社会价值及正面的社会影响 这也是大学社会责任的展现 中山公事所所长郭瑞坤也指出 无论是公共事务 公共管理或公共政策 学门皆与国家设 会发展齐齐相关 在社会环境快速变迁的时代 公共事务管理学类的发展 走向格外重要 中山大学公事所举办 台湾公共事务管理教育论坛 邀请学者针对台湾当前公共行政 公共事务 公共管理及公共政策的教育现况 互相交流 记者学如仪摄影分享 立法院长苏家与高雄市长陈菊 当年一同报考公事所 两人顺利成了同学 但太太没考上 校外被新生体调了 记者学如仪摄影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